翻帝纲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26日清晨 在圣马尔大吃加小堂主持弥撒时强调 人可以认为自己是当下的主人 但只有基督是时间的主 教宗指出 祈祷的效力能帮助人分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对耶稣怀有希望 注释末世时期 教宗就如何善渡当前和准备末世 提供两项建议 祈祷和希望 祈祷和分辨有助于了解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 把人引向天主 希望是灯塔 它照亮最远的彼岸 生命的最深处 在末世的观点下 也就是时间的终结 当天的福音记述耶稣向圣殿内的信众 解释人类终结前将发生的事 但他保证 相信天主的人 即使在最悲惨的境况中 也不陷入绝望之中 教宗引用耶稣的话提醒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欺骗 因为届时会有人利用混乱时机冒充基督 教宗接着解释 活在当下的基督信徒应有祈祷和分辨这两个美德 他说 为了认出真正的先兆 辨别清楚在这时刻因走的道路需要分辨和祈祷的恩典 至于时间 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时间的主 我们人没有任何能力 注视时间的能力应是上主给予的 赠予的 那就是希望 祈祷和分辨是为当下 希望是为时间 教宗最后指出 基督信徒以祈祷和分辨在这条道路上每时每刻的前行 但是要把时间留给希望 教宗说 基督信徒知道在每时每刻等待上主 但世界穷净时对上主持抱希望 在当下和时间中的人也是祈祷分辨和怀有希望的人 愿上主赐予我们借着智慧前行的恩宠 愿当下的智慧把我们带向祈祷和分辨 而在时间内 愿天主的使者让我们怀着希望生活 我们下期见